3角戰略 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三角戰略 那今天來為各位開箱 介紹我們 ASO 所推出的這一款 超細纖維的多功能裝備袋 可以看到我們桌上有四種顏色 有這種藍色 跟這個很紅色 然後還有這個淺藍色 蠻漂亮的 跟我們今天的 我已經打開來的 在桌上的這種淺灰色 那就看你喜歡什麼顏色 那這一個尺寸 是38x40公分 所以這個大小 是可以適應你的 蠻多的裝備跟你的面罩的 廢話不多說 我馬上來為各位介紹 它這個多功能的裝備袋 到底有多功能呢 好 既然是多功能裝備袋 我就把它打開來看 它裡面 是這種材質 摸起來呢 不會很粗 有點像是 我們常常在那種洗車 插車用的那一種 細纖維的 比較不會上側的那一種抹布 那它的外面也是這樣子 然後它的這一個 拉鍊 拉起來也是蠻好拉的 那既然是多功能裝備袋呢 我們就可以拿來放 例如說你自己的護膝護肘 等等的 都可以塞進去 它既然是多功能超細纖維的 這一個材質 那我們不要浪費它 我覺得它拿來放面罩 其實是非常棒的一個選擇 如果今天你剛好買的面罩 是沒有 付面罩袋的 或者是說沒有面罩盒 或是覺得說你買一個新的面罩盒 價位可能有點高 你可能用不太到 因為你想說 可能不需要用到盒子 但是呢 你放在包包裡面 袋子裡面 鏡片等等的 可能會刮傷 那你需要一個東西把它套著 那我非常推薦這一款 ASO的這一個超級纖維 這個裝備袋 那廢話不多說 我們馬上請來另外一個主角 就是我們這個面罩 來示範給大家看 好來 那我們今天請到的主角 是Carbon Carbon他們出的 Zero面罩 那我們這一次呢 還是特別挑一個比較大的 More的這個版本 那他就是適合比較臉大的人 那當然你的選擇 是選擇 CarbonZero這個面罩 那他本身就有附一個面罩盒 那我們今天只是想要拿一個 特別大的這個面罩出來做示範 那 廢話不多說 馬上 打開來 好 這個是我們這一個 CarbonZero這個 這個面罩 那還是用More的版本 好就是這一邊 好他是比較寬 好比較大的 好那我們就 把它塞進去 我們ASO這一個 多功能的這個裝備袋 他其實放進去呢 就會像這樣子 好你出門在外啊 好可能就是怕說你的裝備 好你的面罩 好不是面罩也好 或者是說你有其他的 可能怕撞到碰到的東西 或是會刮上 例如說我們的鏡片 好你需要一個基本的保護 好但是你又不想要買面罩盒 那這時候呢 好可以用這一個 裝備袋 好然後讓他去裝 裝在裡面 好看起來就是像這樣子 而且你看喔 好 More的版本已經很大了 他這一個size 其實還多出這麼多 所以等於是說呢 你想要再放一些其他的東西 好都是沒有問題的 好那或者是說你想要再放 你有更大的面罩啊 甚至說你有頭盔啊 或者是說膠盔等等的 好帽子還是什麼的 其實都可以放進去 好讓大家看一下喔 好打開來 好裡面像這樣子 好整個空間 其實是蠻大的 那我覺得呢 他還有另外一個我覺得非常棒的功能 好他雖然叫做多功能的一個裝備袋 那什麼是多功能 好除了裝備袋之外 他還可以做一些什麼 好我自己個人覺得 好不論你是 有在打比賽 好是槍隊 好或者是說你自己是一個玩家 那甚至是說呢 你今天是七彈場的經營者 或者說你是教練 好那我覺得這一個袋子呢 好對於我們這些使用者 好你有使用到七彈 好 好的人呢我覺得都是非常棒的 可以看到我們這邊 好剛好今天有準備一箱子彈 好這是我們三角戰略 好我們自己家的子彈 那我們就把它打開來 全新未拆封的子彈 好大家可以看到喔子彈在這邊 那我們就把它拿一包出來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我們家的七彈很可惜啦 好他沒有出油 好沒有出水 好所以呢 他不太適合這個裝備袋 好但是沒有關係 那如果你今天呢 好使用別家七彈 好他可能品質沒有那麼好 好或者是說呢 他有出水出油 好或者說 不小心他有破掉了 那這時候你使用這個多功能的裝備袋 好就非常有他的這個實用性 那既然我們家的子彈呢 好沒有破掉也沒有出油出水 所以我今天要怎麼示範呢 我就只能 物理性的示範給大家看 我們今天剛好 有準備這個鐵錘 事不宜遲 我直接打爆 把這個氣彈打爆 讓他彈子流出來破掉 我們再去做示範 他就會像這樣子 好來那大家可以看到 好我直接拿這個鐵錘 把這個氣彈給打破了 好你可以看到這個熱騰騰的這個蛋汁 好這個蛋液 好就流出來了 好子彈也睡在裡面了 好我們馬上呢 就來示範一下 好怎麼去做這個清潔的這個動作 那 我們遇到這種破掉的子彈 好或者是說他出油出水 你要去清潔 通常我們都是倒出來 然後拿一個抹布在那邊插插 然後可能有時候呢 會弄得到處都是 甚至比較慘的是 你的抹布一條又換了一條 他還是沒有很乾淨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好我們就 回到我們今天這一個 ASO 這個他的這個主角 好我們直接呢 把他打開來 把他倒進去 好啊我們的氣彈裡面呢 都會附一包乾燥劑 所以可能有一些呢 氣彈他裡面沒有附乾燥劑 就比較容易受天氣的影響啊 濕度的影響 他就比較容易出油出水 那我們家的氣彈呢 就比較不會有這種狀況 好那這髒的我們就不需要了 我們就把他丟到旁邊 好那大家可以看到這裡 你看 有這種破掉的 破掉的氣彈喔 上面都有碎掉的蛋皮 好跟他的這個蛋汁 都在裡面 好像這樣子 好啊當然呢 因為我們今天是要示範啦 好所以你OK的話 你就可以直接把他挑走 挑到旁邊去 才不會弄得到數都是 好那我們把子彈倒進去之後呢 我們拉鍊 就可以直接拉起來 那拉好之後呢 好我們就 來給他 按摩一下 讓他馬殺劑一下 好沒有啦就是 在裡面呢 把他擦乾淨 好我們正面擦完 另外一邊 給他擦一下 好啊其實呢 他就是兩面都有 都有這個材質 所以呢他等於是說 讓這個氣彈的表面呢 完完全全 完整的給他擦乾淨 好不會像說你用抹布擦 你可能只有擦到 你手有在濕力的那個地方 好 好大概擦一下下之後呢 好我們就打開來 讓大家看一下 好我們拿一個透明的小盒子 我們分批 好倒出來 好讓大家看一下他的效果怎麼樣 當然你在外面呢 好可以不用 這麼麻煩 因為你原本就有一個子彈箱嘛 你就直接 倒進去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就拿出來 讓大家看一下 好來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這一個氣彈 有沒有 他這個蛋汁 好完全呢都不見了 好你可以看到剛剛那些橘色的蛋汁啊 全部都不見了 那我自己這樣子摸起來 也不會有那一些出油出水或是蛋汁黏在上面的那種感覺 那 完美 我們就把其他剩下的都倒出來 好那我們就找一個地方 把它倒到另外一邊 好我們就把剩下的子彈弄出來 好大家可以看到 一樣 沒有橘色的蛋汁 好一樣沒有出油出水 好摸起來也很棒 那只是說你可能會需要注意一下 有一些 比較碎的這種 碎片 好就像我一開始說的 好如果你有看到了 你直接把它挑出來 好那是沒有問題的 好那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們就把它丟旁邊 這個也很OK 好來那剩下最後一些些子彈齁 我們就全部把它倒出來 最後一批的子彈 好也是擦得非常乾淨 好就像這樣子 好大家可以看到齁 非常乾淨 好 OK 好大家可以看到這個盒子 透明的盒子有沒有 上面呢也沒有沾到一些蛋汁 跟一些橘色的 這個是它的標籤 這些橘色的蛋汁 都沒有附在上面 非常乾淨的一個盒子 這代表這個超細纖維 這個裝備袋 到底多多功能 就是這樣 它除了拿來裝你的裝備 裝你的面罩 裝你一些有的沒有的之外 我為什麼會說呢 它非常適合這一個選手 或是比賽的隊伍 或者說你是玩家 你只要有用到七彈的 不論是七彈場 七彈教練 你用到七彈的 你用到七彈的 ASO 他們推出的這個袋子 非常非常適合 好 那我們把它翻開來給大家看一下齁 碎掉的這些蛋皮啊 它在裡面把它擦得乾乾淨淨 它就不會沾在你的這個七彈上面 好大家可以看到齁 擦得非常乾淨 那如果說你今天使用完 其實很簡單 你就直接水洗 把它曬乾 或者是你直接丟洗衣機 都很可以 都沒有問題 好那今天呢 這一款 由ASO 所推出的這個 超細纖維多功能這個裝備袋 剛剛有示範給大家看齁 它到底 有多多功能呢 那如果說你今天是玩家 或者是說七彈的隊伍 或者說你有在比賽 你是七彈場的這一個 場主老闆 或者是說你會使用到七彈的 包含七彈的教練 那你的七彈 品質可能沒有像三角戰略所推出的 像我剛剛那樣子拿出來 它沒有出油 沒有出水 那今天有出油出水 或是不小心破掉了 它有這個蛋汁在上面 那你想要把它擦乾淨 這一款 ASO所推出的這個 多功能超細纖維裝備袋 非常非常的適合你 好如果說你今天對這一款 袋子呢 有興趣 都歡迎在下方留言 或者私訊告訴我們 那當然也別忘了 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今天的開箱介紹影片呢 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請問一下 昨天 我們想說 一下 人數字 box 你不會幫幫你 你想一下 充分 觸動 神 神